拉铁们我今天说这个是惊天大雷啊 未来有一天星雨会爆出来 但是我希望这个未来不会爆出来 听明白吗 马上给你们说啊 那个 于成冬要不是傻 要不他就像间谍 像啊 我说是怀疑 只是我个人的怀疑 我怀疑总没有错吧 对不对 但是我也很佩服他啊 那个把这个华为这个手机业务从冰死一直做到世界前三 哎 这个话题先撂在一边 咱们说一下比亚迪啊 比亚迪现在是腐背受敌啊 内外都得作战 为啥呢 你看外面有日系啊 丰天本田日产 完了有那个德系 又必变要啥的是不是 就比亚迪你没发现吗 比亚迪每一款车都要向全世界所有的车啊 都得那个干一下的 知道不 对面对他们的挑战 知道不 有美系 有德系 有法系 有这个拿着 都跟比亚迪比 这说明啥 首先这一点的国产车比亚迪就赢了啊 然后还得顶住国产新能源车的强烈竞争 什么卫小李啊 什么爱安 哪吒 是不是 有什么几客啊 对不对 有这个有哪 反正太多太多了 还有传统燃油车啊 昌安 长城 红旗 旗瑞 吉利 以及旗下的子品牌 都向比亚迪竞争 听懂吗 那比亚迪现在是什么状态呢 我站着来 你们随便打 不管你们内外的所有 来你随便打 动一下都算我 在这种情况下啊 这样销量还越来越高 绝对是冠军 哎 你们也不行啊 一个二天 那行 那个外部势力咱就不数了 咱就说 国内的也黑比亚迪章 那个某城啊 是什么呀 就是那个以前我夸过他 我从来 我先声明一下 我三千六七百个视频 加上隐藏的 四千五百多个视频 一年半只能有发了 四千五百多个长视频 都是真人处境的长视频 从来我都没有黑过国产 任何一个车企 因为我知道咱们是友军 咱们是一家人 咱们要牵口一致对外 听明白吗 咱们共同好材质好 大喝张水小喝满 听明白吗 我从来没说过任何车企 不好 但是为什么你们反过来 要诋毁比亚迪呢 就比如说长城 你们发布会就发布会呗 你说什么比亚迪 又这样又自然的呀 你是个人魔 还是个高层的经历呀 我一个小小的车主 我都知道这个道理 大家团结一致对外 你怎么一个高层经理 不知道呢 我前面发的视频啊 大概都有一两百个 都是夸这个国产车 哈佛这个品牌的 我都说了 如果当年没有这个哈佛S6啊 那日产一个破销克 一个小SU XRV 什么兵制 他都敢办十六七万 什么动力配置 三大件都不行 啥配置都没有还你看还不安全 我说这哈佛S6挺好 虽然有一点费油 但是特别不错 而且我一直都拍这个哈佛的所有的车啊 就是我都是夸他们的 就包括我朋友说啊 我看上那个魏派摩卡了 我不喜欢比亚迪堂 我都推荐他买魏派摩卡 堂克三百 经过推荐的有很多人 听懂吗 我从来不黑国产 但你们为什么要黑比亚迪呢 你说说你们的优势就行了 反过来带一句啊 那某企业什么什么 你们自然用这个辣的 我真怀疑你们这类人啊 是这个外国的这个汉奸卖国人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公司汉奸卖国人间谍 现在有一种说法啊 就是用中国的一家企业 去诋毁另外一家企业 让咱们那斗 听明白吗 特别是在日本那些建的 要是无量的 懂了吧 然后还有很多车席 拿比亚迪说事 首先你 首先你看一看 是不是比亚迪的自然 是不是真实性 都看 就好像是怎么说呢 好像是不说两句比亚迪不好 就称不着这个东西的 反过来再说开手的话 余奸东啊 你说你 那个现在的问题是啥呢 华为砍掉汽车 华为现在说了 没有华为汽车啊 什么问题 华为这个男人不承认 华为可能是参与一些 那个汽车的 这个零配件的这个制造啊 或者是供应 但是华为没有汽车 但是余奸东是一心想造汽车 那现在有两个怀疑点 第一点 华为被老美制裁的 已经是这个 断臂求生存了 像我这个手机啊 包括好几个手机啊 都是这个 什么华为卖的系列 或者是荣耀的 然后那个 荣耀都卖了 知道吗 这些断臂求生存 要美国制裁的 对不对 这种情况下 华为的这个财等 包括这个利润 已经大幅下滑 还做什么汽车呀 那汽车是个烧钱的 烧钱的行业 竞争超级烈 听明白还做什么汽车呀 是不是 从这一点我怀疑 这个余奸东 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怀疑他是见点怀疑啊 怀疑啊 然后第二点就是 发布会又喷了一下比亚迪 啊某些奇迹啊 什么天天自然 你他妈看到天天自然 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车主跳出 哎我比亚迪躺车主 我自然的 我告比亚迪就这样了 有吗 一个没有 而且没有任何伤亡 对不对 都没有正式的事 特斯拉死人 公关都能给他扳回来呢 何况比亚迪没有死人 没有任何一个车主厨 这不就是抹黑比亚迪吗 你一个自己人 你为什么要抹黑比亚迪 你们能不能干点人事 能不能团结一致啊 你们位置那么高 取得那么大成就 能不能像个中国人的样 行不行 自己人的 我 же 我 我